我是以廷尉的身份 来找苏孝卫问话的 你刚才 这也算办公事 别动不动就拿公事当借口 陆时彦 电话 清晰跟我说你过来 我便来看看你 我也想来见你 你找苏恒哥哥 有要紧事吗 不许叫他哥哥 你吃醋了 你吃醋了 对了 有一个重要消息 我刚从宫中得到准信 圣上说明日便可以出狱了 真的 那我一定要和阿紫 一起去接爹爹 如果你无旁的事 一起去吧 好啊 是你的 我以为今日没有花了呢 你喜欢就好 陆廷尉的拜访之礼 甚是特别啊 我是以廷尉的身份 来找苏孝卫问话的 你刚才 这也算办公事 别动不动就拿公事当借口 有话好好说吗 苏文哥哥 陆廷尉是真的有要紧事要跟你说 我们 坐下了 坐下了 那我去拿些糕点给你们 我去拿些糕点 瞧 不管苏孝卫是怎么想的 但是廷尉职责所在 还请苏孝卫配合本官 回答几个问题 你想问 来问吧 当日你到案发现场 有没有在赵冲的身上 发现什么 没有 我只是 确认她的生死 随后 牙医便赶到了 之前有没有发现 真儿的手镯 我没注意 陆廷尉可还有问题 若是再有 可以随时来询问我 但请不要擅自入府 毕竟真儿 是我喂过门的妻子 等沈伯伯出狱以后 我们俩便要成婚了 卢廷尉 要注意分寸 指父为婚这是儿时的谈笑之语 苏孝卫何必当真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自顾如此 情感之事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父母的想法固然重要 但说到底 还是尊重当事者 自己的意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是苏将军为校尉 指的是一个不适合的女子 想比苏校尉也不会开心 你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可是 父亲给我指定的真儿很合适啊 我为什么要不开心 行了 我呀 也没有必要跟你说这些 这是我们苏府和沈府的事 陆廷尉 若是再无其他的问题 便请回吧 聊完了 明日 于是台门口见 我先走了 真儿 你涉事未深 很多事情 不能被眼前的表象所蒙蔽 嗯 嗯 陆廷尉 李娘子 有何事 感谢陆廷尉 让真儿化醒为夷 我知道 事情并不像真儿所说的这般简单 深人不甚感激 无需多礼 这是我陆某分内之事 陆廷尉对我们沈家有大恩 我们感念在心 只是家父一事 真儿已经经历了太多伤害 我们沈家 也不想与那些 而与我诈的权力之争 有任何的牵扯 求陆廷尉 让真儿归于平淡 我一定可以护得真儿周全 真儿只是一届平民 实难高攀 不如趁陈远未深 早日了解 也免得到最后中南两全 让彼此都为难 只要真儿忠情于我 我忠情于真儿 这条路 哪怕我陆石宴跪着走 都要走到尽头 我知陆廷尉的心意 但这便是我们沈家的态度 沈染严禁于此 还望陆廷尉深思